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真人 真人 皇帝曰 语问上古有真人者提彻天地 把握阴阳 呼吸惊奇 独立守神 肌肉若意 故能受弊天地 无有忠实 此其道生 无有忠实 和道融合成一体 获得永生 此其道生 所以是真人 真人是不是我们拜的神明 大家来看 因为它是永生的生命体 所以这种真人 叫 在我们这个佛学体系里面 它叫什么呢 叫佛陀 这个得到的果位 就像这个研究生毕业 这个博士生毕业 博士后毕业 你有不同的这个果位 得到文凭 那么 真人这种文凭 你要有什么本领 提彻天地 天在上面 地在下面 你要把天拉下来 把地什么 生上去 这就是什么 老师经常教给你们的什么 我是一金针 交付于师尊 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你自己还没那个本事 所以把自己交给师尊 让师尊去帮你 内天地提彻天地 把天气拉下来 把地气生上去 然后在体内 劈啦啪啦放光 这个天属阳 地属阴阳放光 所以你的生命体 很快地就变成一个 静明体 然后这种真人 提彻天地 把握阴阳 自己可以创造阴阳 然后呼吸精气 独立守身 寿必天地 必是超过的意思 无有重视 就是永生 此起到生 此起到生 所以这是神明的一类 这是神明的一类 这是通过人的 修行成道的神明 那么在佛的对应层次 佛法对应层次 他叫什么 叫佛陀 第二类智人 中古之时 有智人者 纯德全道 何欲阴阳 调欲此时 去世离宿 这一句很重要 这是你做一个修行人 能不能够远离食宿的享受 享受寂寞 享受孤独 喜欢独自一个人 独处 还是喜欢热闹 这个很重要 一个修行人 要达到菩萨的果位 他必须有去世离俗的 这种动力 然后几经全神 经弃神 几经化弃 化弃全神 然后游行天地之言 什么意思 他能够脱离地 到天上去 游行天地之言 视听八达之外 八达是八方 前后左右 这个东西南北 然后东北西南 西北东南 总共八方 八达之外 就是已经破了 破了这个书符 已经和虚空等量了 此概义起寿命而强者 亦归于真人 他最后也是要归真 这是什么 这是菩萨 已经达到菩萨果位的 这是不是神明 Yes 他已经不是我们人可以理解的 这是叫菩萨 已经德国的人叫菩萨 中国叫智人 圣人 其次有圣人者 处天地之河 他随时能够天地 中间的那个河 他处在那个河里面 没有不河 从八风之里 始始欲以实俗之间 无溃衬之心 没有贪婪 没有嗔恨 行不欲 离欲事 他在世间 被服装 局 不欲 关欲诉 外 不劳行 欲事 内无思想之坏 以舔欲为物 以自得为功 形体不必 精神不散 亦可以百数 这种人叫圣人 他形体不必 精神不散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阿罗汉 这是皮之佛 很多阿罗汉 皮之佛 没有离开人世界 在我们很多的山林间 中国的很多大山 还有世界各国的大山 阿尔卑茨山 这个金马伦 等等的 这些所有的山川 古地里面 很多成圣的师父 安居在那个地方 也在这个食宿 有时来食宿间度化人 所以是 这是什么 这是圣人 这是圣人 然后贤人 其次有贤人者 法则天地 贤人 他遵从天地的守则 刚才是冬天穿苗袄 夏天穿短袖绅 法则天地 相思日月 白天就做白天的事 晚上就做晚上的事 相思日月 变列星辰 逆从阴阳 分别四师 将从上古合同于道 亦可使异寿而游即食 这是什么 这是贤人 是修道位上的 前面是成道位 这是修道位上的 修行者 剩下一种是什么 剩下一种是什么 剩下跟我们很长得一样 这个相貌很像 叫凡夫四足 凡夫俗子 凡夫俗子干什么 娶老婆了 生孩子了 然后过日子了 吃喝玩乐了 然后生老病死了 听天由命了 这就是我们大众 大家看一看可怕不可怕 五千年的退化演变 我们人类居然演变到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类 都变成了凡夫俗子 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作为一个生命者 你生命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蚂蚁为什么那么辛苦的 它还活着 水里的鱼为什么那么辛苦的 它还活着 只有一个目的 进化 进化 往更高层次的生命体去演化 这些所有的低级生命体的领袖 都是诸佛菩萨化现的 他们变成鱼 他们变成孔雀 变成猴子 变成鹿 去引导的是鹿的祖群 对生命的不懈的追求的进化 引导鱼的祖群 对生命的进化 引导着群树 畜生的祖群 生命的进化 恶鬼道的众生 脱离恶鬼道 这是恶鬼道的大鬼王 也是大菩萨化现 就在那讲经说法 告诉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我们为什么会堕落恶鬼 地藏菩萨在 他跟这些地狱众生 讲经说法的事 我想他不是视线的地藏菩萨形象 他是视线的那些 跟你一起躺在隔壁床上 受火烧的人 你躺在这儿受火烧 我躺在这儿受火烧 我也是个地狱众生 我是地藏菩萨 你是众生 咱俩都被烧得哇哇叫的时候 告诉你 忏悔不 我们应该忏悔 你看我们受这样的大痛苦 实际上是大 他是大菩萨化现 然后趁你痛苦的时候 让你忏悔 你在哎呀妈的疼的过程中 哎呀我真心忏悔 好一念忏悔 他是地藏菩萨 你在地藏菩萨事前 之前真心忏悔 吓出了苦海了 嘟破了 出地狱了 所以生命 生命 生命体是干什么来的 蚂蚁是为了去找那点面包渣 找那点残庚剩饭吗 不是 他是为了借这个养形体 养生命 养整个蚂蚁族群 然后寻求一种灵魂的生化 人类为什么要活着 你还是为了享受吗 不是 我们人类是在圣者的引领下 追求整个族群的 整体生命的进化和升华 从这个六道中 你现在是宝贵的人生 你可以听经 你可以修炼 你去升华自己的生命 不再在这做人了 那么我们眼见着 现在人类的教育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 被教育去堕落 去变成畜生 变成禽兽 残酷的残害同类 蒙昧同类 让大家去贪婪 对物质享受的极大的追求 这是什么 一种邪恶有毒的教育 这种教育要终止的 所以我们讲神明文化 是对大家一个觉醒 是时候觉醒的 疫情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契机 我们要站出来讲话 让大家知道 神明不是你们认为的神明 神明无非是在 生命进化中的一种生命体 他的进化 他的升华 他的出六道 他需要功德 功德圆满使成佛 他没有人的形体 他要介入人类 七十二亿人类的 这么大的一个巨型的族群 来完成己功累得 而使自己功德圆满 能够出六道轮回 这是所有神明体的追求 所以大家要知道 神明远远多过人类 但是他没有人的身体 他需要我们修道者 我们人类去帮助他们 己功累得 帮助同类 获得功德 帮助比人类更弱小的 蚂蚁族群 蟑螂族群 大象族群 鱼族群 所有的六道众生族群 依赖于人 天界众生 没有人的躯壳 在天界很难积累功德 也要在人间积累功德 所以这就是神明 愿意帮助人 愿意和人同贫共振 来完成自己的功德力 而是自己的生命得以进化的真实的原因 所以孔雀冥王经中告诉我们 天龙八步 拥护与我 拥是拥戴 护是护持 保护 拥戴是你要做功德 他高兴得了不得跟你一起做 所以大家不要去迷信鬼神 把个神明高得比你还高 不是 你有一个难得的 狭满的人生 这是所有神明世界 最迫切 急需得到的一个身体 可惜他们福报不够 没有这样的形体 你有这样的形体 你在人间行善 他愿意护持你 你在人间奇功累的 他愿意跟你一起干 你在人间修学 无上佛道 他愿意跟你一起修 他做你的拥护众 他做你的大护法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说是 大家不要再做凡夫俗子了 很丢人的 真的很丢人的 你这一辈子吃喝玩乐而来 为吃喝玩乐而追求 很丢人的 很可惜的 很浪费的 这就是我们对人生观的 改造 前面是对宇宙观的建立 这是对人生观的建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